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赫先生一反常态 把矛头指向了妻子 李女士快人快语 正是因为丈夫袒护大家庭 才导致她在大家庭被孤立 眼下一家人闹得不可开交 赫先生嘴里的下套指的是什么呢 在大家庭遭到孤立的李女士 小家庭里也是重视之地 在这个家庭里到底发生了怎样的故事 剪不断理还乱的家庭纠葛 究竟谁是谁非 你的行为出卖了你的言行 把婆家人所有的人都数为了你的敌人 你不觉得应该反思一下吗 在你们家为什么能够会活成这样鸡杯狗跳 恐怕你是功不可没的 一起走进今天的金牌调解 被孤立的妻子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 欢迎收看江西卫日金牌调解 大家好我是暖一 首先欢迎本场调解员胡建宇胡老师 欢迎观察团的所有成员 欢迎大家 也欢迎今天的两位当事人 李女士贺先生 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 分别有什么样的诉求呢 我来到金牌调解 就是想调解我和我老公 离婚方面的问题 我必须得和他离婚 因为我老公有很多不作为的地方 我老婆就是个性太强了 我们结婚了几十年 说话都是命令似的 现在真过不下去了 我们只好离婚 我就说看看你们调解员怎么说吧 贺先生原本并不想离婚 但是他又拿强势的妻子无可奈何 贺先生说 他们结婚二十多年 妻子性格外向能说会道 加上赚的也比他多 很多事情他基本上都是听妻子的 夫妻俩矛盾的起因在于 老家房子的拆迁 早年李女士原本的计划是 去城里买房落物 可是丈夫没有支持她 这件事也为后来矛盾爆发 埋下了土笔 2008年的时候我和他商量 我们两个买房子出去嘛 可公公婆分开住了的话 关系会好一点 但是我公公婆知道了 非让他在家里别建房子 建房子我不同意啊 他如果听着他父母的话 非在家里建房子 建好房子之后 一直他父亲母亲在俺家住 李女士和贺先生在老家建了房子 房子的宅基地是家里的祖业 贺先生的父母住在里面 一直以来都相安无事 两年前拆迁的消息传来 李女士和婆家人隐藏多年的矛盾 终于像沉寂已久的火山一样 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爆发矛盾的起因 首先是这块宅基地的归属问题 房子虽然是李女士和贺先生建的 但宅基地一直都不在 李女士和贺先生名下 那个名字是我老公爷爷的名字 就在前年的时候 反正我听我老公说 我们那个老庄记会拆迁 我就跟我老公说 爷爷过世二十多年了 我说干脆把那个宅基地 从我老公的爷爷 改成我老公的名字 我回家里的时候 我婆婆当着那大队干部面 当着我老公的面说 那个宅基地 现在是我老公父亲的名字 一听说我们两个很震惊啊 为什么突然按着宅基地 变成了老公父亲的名字 我心里挺难受的 说宅基地 按理说的归我 我认为我们姐妹五个 关系非常好 我哥哥我弟弟 总跟不可能来登的宅基地 他给我大的干部说 他跟人词谁都说 闹到满城风雨 他不说的 我们还在平平平平地过日子 就跟他一个人说来说去 什么事都是他一个人说来 没有是早逝 知道不知道 我们该建好新的房子 一直让他们在我家里住 两位老人在我家里住了十几年 是因为我不孝顺 还是因为我怎么了 我又没有做错什么 不理解 谁知道 到下午的时候 我老公的弟弟 他和他儿子进家里边 他就骂我 我就和他争执了 你为啥要骂我 什么事情不能说 坐下来 为名用语说呀 然后我那个侄子要打我 我说肯定你打我四次 到我给钱了 没有打我 反正他们我老公 和我老公的哥哥都在拦嘛 然后我就说 你为什么来我家里 你作为侄子 为什么要骂我 你不会轻红皂摆 你为什么 我来奶奶家 不是来你家里 好 这个时候是你奶奶了 我说你奶奶前年的时候 动手术放自家的时候 我说我儿子 拿了两万块钱 我说你作为孙子 为什么不给你奶奶 拿一分钱 这个时候成你奶奶了 第二个 我说我老公的弟弟 我作为你嫂子来说 你还欠我有钱 我对你有恩 你还这样子做 你们弟兄三个人的父母 你们该累肉养活了 就是因为你们家 没有老人住的地方 然后老人在我家里住 你不敢跟我 你还来这里 让你儿子骂我 我老公的弟弟就说了 他说的意思就说 我公婆住到我家里的话 是我没沾光了 既然你们说是 我没沾光了 我也挺委屈的 你们三个人坐下来 商量一下 你们弟兄三个对待 你们的父母 怎样养育的问题 我就这样子说的 宅基地面临拆迁 大家都心知肚明 李女士自认为 宅基地的事情 她站着理 父母赡养的事情 她也站着理 然而 在贺先生和他的家人看来 李女士这是得理不饶人 明知父母在他们的房子里住惯了 非要搬出这件事来 给全家人出难题 年过八旬的父母 被逼无奈 只好答应了李女士提出的 宅基地的要求 但李女士对家里人 如此玩心计 第一个被惹恼的人 就是贺先生 让我父亲 让村干部写个协议 这装基地是我的 我父亲看了以后 签了名字 父亲签这个名字 是心甘情愿的吗 也不是心甘情愿 就是说 不让我们生气 他87了 还能活几年 就不想让你们夫妻之间 有矛盾 对 签过去以后 他让我父亲 围住 他的一步步在逼 他想把他 写成我的名字以后 最后换成他的名字 最后把我父亲撵出来 我一次的妥协 他一次的紧逼 玩心眼 一步步给我下套 他说的不是 我根本就没有想说 弄到我的名字下 我从来就没有想法说 再有他家的宅基地 但是此时此刻 在这样的关键时刻 你又提出来了 这个赡养的问题 我没有说 不让公公婆婆 在我家住 我的意识 我没共同养 我老公和我都养 他说 什么事情都不让你管 我说 那咱去造村干部了 去造村干部了 然后他当着村干部的面 就是说 我老公的父亲和母亲 就是不管是发生任何事情 产生了任何费用 任何情况 不让我李小云管 然后我老公就当着 大队书记一面 就写了个书面证据 李女士理直气壮 父母的赡养问题 她依然揪住不放 宅基地的问题 虽然解决了 但它就像是一个火苗 点燃了李女士和婆家人 多年矛盾的这个火药桶 面对妻子李女士的步步紧逼 愤怒的贺先生 无奈之下 只好和李女士签订了一份 关于父母赡养的协议 想以此堵住妻子那爱讲理的嘴 正是这份协议彻彻底把夫妻关系推到破裂的边缘 证明贺先生的父亲和母亲从2022年6月23日起 一切生老病死与我妻子没有任何关系 贺先生以后有病所有费用也与李女士没有任何关系 如有违规 反正一句不太好听的话 特此证明 然后执行人是贺先生 2022年6月23日 这个每一句话都是你让他写的是不是 他自己写的 他自己愿意的 写了这之后 让大队书记盖章嘛 大队书记说 这个章不要盖 到时候你不养活的就行 我说那不行 我说那日到时候又是操嘴 我写以后 他让我妈妈看了 我妈妈一听 觉得我这个儿子 他没出息了 骂我了 他让我让他妈看的 是他同意的 不是我要让他看的 他同意是因为你提出了他才会同意 对不对 对 不是 我说话你不要强话 我问了 我说让你妈看不让他看 他说看 我说看的话你妈会不高兴 这个是你自己写 假如我写后让你按手印的话 这是我逼你的 这是你自己要写的 我说最好不要让父母看 因为你做儿子 你写的这个 那一句话不是不太好听吗 那你有没有想过 写这样的东西 会给你的公共婆婆 带来很大的伤害 想过呀 那为什么要写呢 为什么要写 就是因为他一直不作为呀 我跟你说 不让他父母看 他非常看 然后我拿着这个 我去找我老公的母亲 我说妈妈 你看 她当着大的书籍免费写下这个 然后我婆婆开始骂我 你来家里你怎样 她骂我了 因为是老人我也不还 我一定要说 明明知道公共婆婆 看到这样的东西 会不高兴 从结婚一直到现在 不管发生事情 俩家事情不让你管 是不是这么多年以来 你觉得这个家 所有人都在排斥你 对对 都是在排挤我 他们就弄成一个团伙 排挤我 没有人排斥他 这个是自早的 他自己想的 对 自早的 我爸爸妈妈 我的兄弟姐妹 一圈都知道 她是什么人 个性太强 说话太真理 非常非常强势 贺先生的愤怒 是因为妻子 让她在家人面前 颜面尽失 父母怪她不争气 而李女士 对贺先生 也甚满腹怨言 在李女士看来 她站出来 维护的是 小家庭的利益 是丈夫 站在了 小家庭的对立面 把她当外人 李亏的人 应该是 丈夫和她的家人 然而 李女士得罪了 婆家人 这还没完 远在外地 打拼的小儿子 也在这个关键时刻 要和李女士决裂 小儿子 给我打电话 说他要结婚 当时我们两个 在一块 特别高兴 然后我问我小儿子说 你结婚的时候 需要我和你父亲 做什么 小儿子说是 你们两个一个人 拿一万块钱 那个改口费算了 他那边 所有事就都做好了 只要我们两个 去参加就行 我说我和你爸 一个人 给你拿两万块钱算了 因为就是我大儿子 2012年结婚 花了三万八九千块钱 公平一点 我说给你四万块钱 就行了 小儿子不也同意吗 这个时候 我和小儿子 通电话的时候 他不愿意了 他就说 他要两万 你为什么要 给人家四万呢 我说给儿子钱 又不是给别人的钱 吵起来 一吵起来 小儿子那边 把电话挂断了 我说你这样子的做法 不是伤儿子的心吗 明白 我说多出两万块钱 我拿不用他拿 然后他也没坑我 然后他就上班了 我就继续跟儿子沟通 儿子变了 在电话里 儿子就开始说 不让我们参加了 以各种理由 因为我和他爸的争执 我儿媳妇伎记在那边 听到了 你们俩在吵架 可能媳妇听到了 儿子把电话挂了 然后拒绝你们来婚礼 你是怎么想的 如果不让去 都不让去了 我们过好我们的 你是无所谓的 我是无所谓的 像我老红那里 说的不去参加 儿子的婚礼 到哪里都说不过去 假如人家 女方的父母 要挑你的话 我们怎么办 然后到老的时候 假如儿媳妇说 那个时候 我的婚礼 一笔钱没拿 又不参加 不赡养我们怎么办 所以说 我那个想法 就是必须地去 李女士 坚决要去参加 儿子的婚礼 这个想法 原本无可厚非 然而 贺先生心里在打鼓 他太清楚 妻子的做派 和行事风格了 儿子拒绝 他们出席婚礼 要是没有一个满意的说法 出现在儿子婚礼宴席上的妻子 是不会轻易罢休的 正当贺先生心里忐忑不安的时候 婚礼的日期如约而至 李女士租了一辆汽车 带上贺先生 一路奔向儿子生活的城市 半路上 母子俩通电话 在电话里 两个人就吵了起来 我就是飞去锦营 说见见儿媳妇她父母 然后再见见儿子儿媳妇 究竟为什么 就是不让我参加 我是这个目的去的 然后在电话里 激动了我的儿子 然后他骂我 我儿子骂他的 他骂我 最少几十句 他骂我几十句 按照他们的性格 你们到了婚礼现场 你认为 如果 后果是什么样 婚礼闹得不可开交 就是按照他的性格 对 我说99.9% 不闹他的婚礼 因为我知道我小儿子的性格 然后小儿子在电话里 给我承认错误 说不再骂我 然后我们就返回来 没有去三路纸 后来还是没有去参加婚礼 没有 他说 给我五万块钱 五万块钱妥协 他提出来的 他提过来五万块钱 我儿子说可以 谁不走哥 我儿子说两个月 这个五万块钱 就是陆陆续续的 都已经打给他了 到账了 不是我让小儿子拿 是小儿子他愿意拿 我儿子看他妈这么样子 所以就说 给他五万块钱 断绝母子关系 断绝母子关系 是谁提出的这个事情 儿子 小儿子当时在路上说的 他说我可以 你也说可以 五万块钱就断绝了 听到这样的话 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我心里很伤心 你看 又不是说 我对小儿子做什么了 就是因为 我老公那样的作为 儿子骂我 他也觉得是应该的 按道理说 不管是母亲再好再坏 就不能骂我 到现在为止 你还是认为 跟儿子的矛盾 是因为老公 对呀 小儿子的矛盾 完全因为老公啊 因为他呀 好 那当下你是很伤心的 这五万块钱 但是你还是拿了 拿了我和我老公商量了 李女士拿了儿子的钱 同样理直气壮 在李女士看来 刚开始惹儿子生气的是 丈夫贺先生 儿子拒绝他出席婚礼 显然是儿子的不对 他向儿子讨要的说法 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在整个事件过程中 他看不到自己的行为 给他人造成的影响和伤害 甚至儿子给了五万块钱之后 已经很长时间不再联系他 李女士也认为 这是因为丈夫贺先生 这个做父亲的不作为 才最终导致的结果 为了了解更加详细的情况 我们电话连线了 他们的小儿子 小贺先生 就是因为你妈妈当时不是坐车 就非要去参加你的婚礼吗 在路上是他提出的说 要你给他五万块钱这个事情 还是你提出来的 他提出来的吧 当时反正是产生了一些 这个争吵 我肯定是不对的 我先承认到我 但是反正就是 当时他俩要参加婚礼的时候 当时那他俩也有矛盾 所以说当时我也没有让他俩来参加 他当时要五万块钱 他当时要过来闹我 我给他五万块什么意思了 我们当时有个协议是 断绝这个母子关系 不管怎么样 能生我养我 那么以后真的不说话了 我能给他这个钱 他以后能养老 就当我孝敬他了 像我爸 我妈 包括我 跟我哥 拉甩得大 都不容易 我希望是正常的家庭 这些都没有问题 如果是天天这样跟我闹 那我何必呢 以前的事情我不想提 反正我是希望 两个老的 他能在家 老老实实地 好好过生活 早让我们操心 我和我哥可以在外面打拼 也不管家里要钱 你觉得妈妈的性格怎么样 爸爸的性格怎么样 我妈的性格就是 我爹的懦弱灌出来 很强势吧 就是我现在还是希望 他们两个好好过生活 其实可以过得很好 我们这个家里 可以过得很好 好 谢谢 谢谢何先生 谢谢你 好 再见 好的 再见 从开始到现在 我小儿子挺懂事的 所以说他也挺辛苦 反正我每次就想生气 我们两个生气 小儿子每次也是挺累的 他也说了 最重要的是 你们能够管好自己 你说一句 他顶一十句 早晚都有理 我爸爸妈妈 我的兄弟姐妹 知道他是什么人 个性太强 要说他的脾气不改一点 我们都没法过下去 贺先生的意见很明确 假如妻子认识不到自己的错误 他对这段婚姻的挽留 就没有意义 很显然 贺先生多少还是不愿意 轻易结束这段 持续了二十多年的婚姻 但他的心里有顾虑 因为老家的房子拆迁在即 未来还可能面临 更多的麻烦事 他们该怎么办呢 观传员刘峰认为 夫妻闹到今天的地步 双方都有需要反思的地步 女方一门心思就是 只觉得自己是对的 或者说不能用心去 体察和感受 别人的感受 比如说孝顺公婆的事情 他们无解地 也是他们之间的事情 你可以个人有想法 比如说我看不惯 我希望怎么怎么怎么去做 这件事情也得经过你的丈夫 跟他商量沟通 否则的话 你这个叫做边界感不强 越界了 你的出发点可能是出于善意 但你做出来的结果是 重重地伤害了你的婆家人 把婆家人所有的人 都竖为了你的敌人 包括你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 你的儿子 也竖成了你的敌人 你不觉得应该反思一下吗 对于男方而言 一个强势的女人 其实是因为 没有一个强大的 有担当的丈夫在 她才会变得强势 我就想问 作为丈夫 当妻子不能很好地处理 跟你的父母 跟你的兄弟姊妹的矛盾的时候 你在干嘛 我就问你 她是你的妻子 还是你的敌人 不仅仅是你妻子认为你是懦弱的 儿子也会认为你是懦弱的 我们也同样这么看待 这是你要去思考的问题 你的丈夫呢 对你的评价是没事找事 是挑事嘛 就是愿意升级矛盾 这是你的性格特点 愿意升级矛盾 比如说你的弟弟和侄子呢 过来就跟你直接发生了冲突 包括你们之间互相地骂 就说明你们之前 彼此都是有怨恨的 你们有选择忍耐啊 你就是这种性格嘛 对于这样一种矛盾呢 李女士呢 采取了一种更往上升级的一种方式 提出来一个对老人的轮流赛养 而你丈夫的说法呢 就是老人 这是他们兄弟之间的事情 包括这个矛盾又继续升级 就是你们签了那个协约 就是公婆的事 老公的事 生老病死跟你毫无关系 那既既然这个协约 我就觉得 那还要婚姻做什么呢 包括这个 不但签了这个协约 又不断地升级 还要把这个东西呢 给婆婆看 婆婆非常的生气 然后骂了你的老公 所以整个的一系列过程 就是一个不断地挑 不断地升级的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这就是李女士你的性格 包括你跟这个儿子之间 母子之间 把矛盾计划成这样 包括儿子给了五万 断绝这个母子关系 用你小儿子的说法 然后这个事算平息 就是一直以这种挑和闹的方式 在所有的亲密关系当中出现 自己要反思一下 如果说没有裁切 我相信也没有后来的 这一系列的问题 你很强势 强势其实不是什么坏事 但强势要看用在什么地方 第一 赡养老人 是指你应尽的义务 作为配偶 有协助和一起赡养的义务 我看到了 尤其是你的那种证明 但凡有道德底线的人 不会让老公去写这个证明 哪怕想法都不能有 如果你认识不到自己的这个不足 和自己存在的问题 无论你这段婚姻是否结束 你今后还要面临家庭关系 哪怕你们分开 也要分开得明明白白 贺先生 你在婚姻里面隐忍了这么多年 你用你的退让 用你的迁就 你换来了你想要的 那个幸福安宁的生活吗 贺先生你知道吗 凡事有度 过则成灾 一个女人在家庭当中 强势过度了 和一个男人在家族里面 软弱过度了 那都是灾难 你要减醒一下你自己身上的问题 就这个女人虽然 与你而言是可恼可恨的 但她从某个角度上来说 她难道不缺爱 她不可怜吗 然而你可能和家人 更多地去放大了她强势的一面 好 李女士 你争强好胜大半辈子了 就算争赢了 获胜了 你真的是赢家吗 首先这个家庭你看到 儿子不和你贴心 丈夫和你远离 公婆对你嫌弃 在你们家 真的为什么能够会活成 这样鸡飞狗跳 恐怕你是功不可没的 就什么事你都要插一杠子 你的公婆去处分 他们的财产 即便她说了 可能会送给你们 但是她有权去做修改 做处分 你不行 你不依不饶 而且除了你没有一个界限感之外 你非常的自我矛盾 你在你身上 淋漓尽尽地体现了 你是个戏剧化的 极其有冲突矛盾的一个女人 你告诉我说你孝顺公婆 那试问一下 怎么孝顺 你告诉我们说 是儿子主动给了这五万 后面的电话连线当中 儿子明确说是你在所要 子孝子孝 她的前面是什么 是母慈 母慈才是子孝 母亲的慈爱在哪里 你只活在你自我 你想要的那个认知当中 有时候真的在罔顾事实 包括那个协议 那份协议签订下来 你告诉我们说 那是丈夫心甘情愿要写的 怎么可能 很多话是自相矛盾的 你说 让大家怎么信服你 你说让家人怎么看待你 我觉得与其去 呈现出更多的一些强势 不如我们现在开始 学会沉静下来 平和下来 看看各自做得不足的是什么 有没有可能去调整和改变 李女士嫁到这个家 走到今天 主要是因为你挺倒霉的 基督所有的事情 其实你都是碰到了 人性的弱点 所以我先送你一句话 努力不如沉默 付出不如逃 在这个事情中不搞定 天下人都知道 每一片土地万一拆迁 那就是心风血雨 有几个家庭拆迁的时候 大家互相谦让 然后这个赡养问题 不说好的话将来都办了 现在这么多子女 赡养问题他不提出来 你又不提 然后老人家刚好住在你们家 全家人都张罗作哑 怎么办 所以这些事情 包括你的孩子结婚 多多少少 很明显的 怕影响到女方的看法 我就在想这 李女士怎么办呢 任何家如果你要说是讲情的地方 请把理先说好 尤其是当长辈的 先把理公正的东西说清楚 没有说好 大家都是靠什么呀 都是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的 让这个大家庭就这么过 好这个时候有人敢出来说话 但这个人就反而成为 全家讨厌的人 认为他是一个麻烦制造者 那他不是说话 他谁说话呢 所以我只能说 李女士你倒霉在你的性格上 你居然敢站出来说话 这个时候说实话 确实贺先生是要出来弄明白 就家里面应该理智当头 理智当头的后面 是对妻子的情 那你们俩的情分有多少 我不知道 贺先生看上去很愤怒 贺先生你的愤怒能解决什么呢 你唯一愤怒的情 不就是他很麻烦吗 他恰好他的性格又比较硬 所以更麻烦 但是他是想用他的麻烦 来解决这个大家庭的麻烦 你可以首先批评他 有些事情不能着急 表达的时候不要让人家接受不了 但是老婆 有些事情真的要按紧地来办 就我该批评你的 我也得批评你 你作为媳妇在家里面 态度很重要 因为毕竟我们这里比较传统 对 很多问题真没解决 也解决不了 可能还有隐患 可能我们会吃亏 但我也解决不了 你也解决不了 怎么办呢 互相安慰啊 把安慰给到对方 不要 清朝而出 造成对立 反而什么事都做不好 那么你们俩 从这个角度来讲 你们俩能不能往下走 比较于今天 你们俩能不能做到两点 第一 能互相理解和体谅 至少要有态度 第二 面对家里面的那些情况 二位可不可以达成一个共识 就是我们有一些 争不来的不争 放不掉的不放 说不清的不说 所以我们接下来进密室 看二位能不能 在这两个点说清楚 调解员胡建云 建议进入密室调解 密室里观察员朱永卓 首先问到了宅基地 和老人赡养的问题 首先宅基地问 你觉得这个问题 已经解决了吗 现在 这是解决了 没有什么呢 就是已经改成你的名字了 改成我的名字了 老人这块呢 老人现在还是他们自己过 自己可以照料 还是自己住 自己可以照料 那你现在是跟老人 生活在一起呢 对 跟老人生活在一起 然后他还是在外面 对 他在外面 贺先生说 他和妻子已经分居了好几年 婚姻早已名存实亡 这次来到金牌调解 他还是想为这段婚姻 做最后一次努力 说实话 不管他多强势 咱心伤好 孩子不想走这一步 他还丢人 五十多岁了去离婚 他觉得你有什么问题 他觉得我就是软弱 我这个胆小怕事 一直忍让 一直忍让 咱就的心太软了 所以过到这段 一次是妥协 一次是妥协 贺先生解释说 妻子虽然强势 但也并不是一无是处 为了这个家 妻子也付出了很多 所有这些 他都记在心里 你生病的时候 他确确实实过去照顾你了 去的 去的 照顾人 对 照顾人 然后咱们说 咱们没有 说去做的还可以 可以啊 我说他骂我 咱我都是这 我说最起码咱在生病时候 咱们实话实说 他的好你也能看得到 确实实 也有一点强处吧 也不能说 没一点强处 我们走不下去了 贺先生希望妻子能够有所改变 他告诉观察员朱永卓 今天来调解 他也做好了两手准备 若是妻子李女士坚决要分开 他也会欣然接受 他是老实人 老实人过不好 现在我的学末都习惯了 他给我过不过 无所谓的是 如果分开以后 哎呀各自过好吧 各自过好 当然好的方向也最好了 好的方向我有点挨骂 当然如果改的话呢 你可能要有一些担当 这样我们也不生气就行 密室里 李女士告诉观察员武运 她也知道自己性格上的强势 因为她常年在外谋生 要和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 丈夫胆小怕事 她不得不表现得强势一些 就是因为她一个人的不作为 所以造成所有人的苦难 但是说他们说是我强势也好 不管怎样也好 我全部都认 我的强势也是被她逼迫的 我理解 我还是为了保护我自己 你打算怎么安排 比如说你有什么一些想法和规划 我肯定我要调整我自己 就像假如我老公那样的性格 你就再改造改造不了 你说你爱我 你对我的所有的都是伤害 我没有爱过你 我对你这所有的都帮助了你们的 李女士说 丈夫不维护自己 大家庭里几乎人人都排斥自己 她现在只想尽快结束这段婚姻 我们两个是解除婚姻是必须的 假如我们解除婚姻了 我是什么也没有走 就以一个那个在地的那个房子 增着这么厉害 是没有意义 增着这么厉害 我就不增人家要说我增了怎么样 所以说我就不要 我什么财产我也不要 今天就是调解之后 然后就是各走各的 我 她走她的 我走我的 我个人觉得就即便要分手 咱们也有一个良好的态度 可以可以可以 不要再去过多的去指责 可以可以 比如说认可对方的付出 也表达出自己可能曾经有一些情绪上的过期等等 不管所有老师对我的批评 不管是对也好错也好 都是为我们好 李女士表示 经过今天的调解 她开始意识到了自己身上存在的问题 她会好好考虑观察员武运提出的建议 过好今后的日子 那么密室调解结束后 双方回到调解现场 他们又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密室环节回来 我们来听听看双方当事人的决定 如果人家不愿意 我有什么办法了 我们做好哥好赛吧 是不是 她如果一定要那样 说分手 你是否配合她呢 绝对配合她 她只要答应和我分手的话 我感谢她 让我如是重负 所以说我的一个新的人生 我又开始了 我希望是从今天开始 我会改正我自己 把身上所有的刺拔掉 我过好我的后半生 你们在不在婚姻状态 一点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大家能不能 先学会放松 然后相互体谅 最后彼此成长 然后等待机会 那我们今天就这样 大家和平的 好吧 调解结束了 贺先生和李女士都表示 愿意结束纷争 和平分手 他们都需要静下心来 用更好的心态 去面对未来的生活 我们也衷心希望 他们能够通过今天的调解 认真反思 在这段婚姻中 各自角色的缺失和阅位 在家庭关系中 秦和李是一对孪生兄弟 光讲秦不讲理 家庭关系会搞得一团糟 同样只讲理不讲情 也会让有理的人 变得无理和孤立 希望两人都能早点想明白 找到各自的幸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